我來幫你 今天要來還原五個恐怖電影的特效場景 嗨 我是六指淵 歡迎來到我們頻道的全新系列 電影實驗王 那在這個系列 會還原一些經典電影的特效場景 那電影的主題種類有非常多嘛 有可能武打 愛情 或者是浪漫 還有喜劇 或是科幻 那今天的電影主題是 其實我本人是很不敢看恐怖片的 但有些鬼片做出來的視覺效果 還滿有趣的 所以單論它的一些特效技巧 或許我們可以來學習 還不確定我們要把真的還原 但我們就挑戰看看 所以準備好我們就開始囉 好 首先是咒願裡監視器拍到的 黑色鬼影效果 好 今天下午的畫面 等一下 這什麼 這一團黑影 是人嗎 它要去哪裡啊 人怎麼不見了 好像哪裡去了 好 這個就比較簡單 所以我們放第一個 配合我們的VHS濾鏡 就可以營造出監視器畫面 拍到靈異現象的感覺 那首先我們要先拍攝一段 有演員用詭異的走路方式移動的素材 匯入AE後 我們要將人物ROTO挖取下來 然後我們再加上Fill 將人物填成黑色的 然後再加入Simple Choker 讓邊緣更加黏滑 然後再加上一些Drop Shadow 讓邊緣有一些黑色的光暈 最後再套上VHS的濾鏡效果 或者網路上的一些雜訊素材 就可以完成囉 好 這個非常簡單 好 暖身完了 接下來要進入比較難一點的 是新之彩 整個空間的扭曲 怎麼會這樣 怎麼 刻了什麼 類似克舒魯主題的一個電影 我有機會也會把完整版看一看 它這個就好像被精神污染 有殘影脫離的效果 就感覺好像精神跟肉體都被撕扯這樣 好 首先我們先拍攝一段 演員痛苦不堪的移動畫面 那我們匯入AE後 我們要將人物ROTO挖取下來 然後複製一層挖取下來的人物 然後加上Echo效果 調整一下參數 那我們就可以將Echo Operator改為Maximule 讓殘影的顏色不要互相疊加 然後再加入Turbulent Displace 讓影像有點扭曲 最後可以調整整個畫面的色調 然後再加上一些強光閃爍的效果 就完成了 好 那接下來是怨咒 有咒怨居然也有怨咒 都是恐怖片 然後它裡面有一個洗頭的時候 有手從腦袋後面這樣伸出來的效果 然後這樣會起雞皮疙瘩 那這樣洗頭的時候 就有第三支在幫你洗 那視覺效果也是滿不錯的 有水嗎 天啊 太糟糕了吧 這樣怎麼洗頭啊 等一下 好想有人在幫我洗頭耶 耶 好 那我們首先先拍攝一段 演員在洗頭 或者是抓頭的畫面 那像在這個時候 我們有用這個紙膠袋貼在頭上 就很好追蹤了 那接著啊 替一張綠紙挖好四個洞 那這很明顯就是要剛好 讓四隻手指可以穿過去 那我們在綠紙的後方設好黑背景 那我們因為剛好穿黑色的衣服 所以可以直接當黑背景 那接著就讓演員的手指 直接穿過綠色的紙 就幫忙燒個頭 那接下來將素材匯入AE 然後將手指去背下來 然後用MOCA去追蹤 手指要伸出來的頭髮區域 確保手指穩穩的追蹤在頭髮上 就完成囉 好 那接下來是地獄魔咒 裡面有拳頭直接穿進 女主角嘴巴裡面的效果 這個效果一定噁心 然後這個女主角嘴巴也是滿大的 欸 鴨 你看我 牙齒卡葉菜喳 可以幫我拿出來嗎 嘿嘿 我來幫你 那這個片段要用腳架拍攝 他可能在拍的時候 手是像這樣 沒有伸出去的 現在他的手直接伸進去裡面 來示範一下 你要怎麼出拳 出拳 大概就這樣 並且盡量讓出拳的演員穿深色 不容易看清楚的衣服 然後演員A就要扭動自己的肩膀 假裝把自己的拳頭這樣揮出去 然後這個時候演員B要盡可能張開嘴巴大叫 但是拳頭不要真的揮出去 演員的嘴巴當然裝不下 而且也會被你揍一拳 那接著要拍攝拳頭揮出去的素材 然後將素材匯入AE後 將第一個畫面的演員都ROTO下來 那第二個畫面的拳頭也一樣 然後接著將拳頭素材放到演員A的肩膀後方 替拳頭揮至演員B嘴巴輪廓的遮罩 成品就會像這樣 好 那接著是針子爬出電視的效果 原本在三秒特效裡有做過類似的針子效果 不過這次的做法不太一樣 這次要讓針子真的爬出來 哦 這裡有一個人 OK 現在的電影都做這麼3D了嗎 等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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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首先我們先準備好電視的場景 然後拍攝一段素材 然後接著呢 準備好一塊大概和電視底部頂高的擋板 或者是直接把桌子倒過來這樣子當擋板 那我們再替這個擋板蓋上綠幕 那如果可以的話 後面可以再有更大的綠幕當背景 好 那接著我們要讓針子從擋板後面伸出手 慢慢的爬出來 然後將素材匯入AE後都ROTO下來 然後將背景電視畫面合成在一起 然後搭配畫面的裁切 不要讓畫面有破綻 那這樣就完成囉 好啦 差不多就是這樣 那大家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你最喜歡今天哪一個恐怖電影效果 或者你還有知道什麼樣的電影特效 想要看我拍出來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喔 那如果你喜歡這一次的電影環境教學系列 也不要忘記在底下按個喜歡 讓我知道 那未來我可能就會多拍一點 好啦 那這次影片結束囉 喜歡的話歡迎分享 並且訂閱追蹤六指淵Huber 每週六晚上6點準時發布影片 Bye Bye